7隻裏面其實應該有5隻都是表現理想的 唯獨是308和1299是比較差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1299是跟疫情相關的 你才沒有通關內地人買保險這件事 這一刻你都不見保險經紀 除非跟你很友善 你也不出街 因為很多時候保險都是要面對面的 所以是受影響的 受到疫情的 這個要承認 第二,港股最近弱 7隻裏面B1隻和港交鎖 和這個港股關係度最高 現在成交又應該會慢慢跌 新股又不會來的 那它就跌了 所以其實我想在早一個星期 我都出了一個帖文 當時反應很激烈 就說保持住不要再買港交鎖 暫時是對的 當時的價格是390元 其實都已經比我們當時說435買的價格是低的了 那我都說如果還沒買就不要買了 那現在應該做了360多元 都幫大家避開了20多元 所以客觀來說就是7小幅呢 都是我們的焦點 但是388和1299呢 短期是會弱勢的 因為真的會受到現在那個市況影響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真的很想入市的話呢 應該是看7小幅另外的5幅 如果合格的話就可以買 又或者去看我們剛才所說的A股的ETF 或者是一些的兩會的政策的受惠股 那還有 但是也要說多一句 我知道我講了第三次了 就是大家可以選擇不買東西的 是 他愛好 ? 我愛好 syst尼 你 你的 你 你